皮下那个脂肪瘤听说过没有 我没有我一个都没有 不不你听说我 你要都在传达了 我听说过 这种症啊 皮下的软组织 那个脂肪瘤一个个满脸 但是你能一刀子斗得啥去吧 就不可能 那叫弹核 也是弹 天哪 在胳膊上的也是弹 那也是叫弹核 那种适合弹 这种飞了 是怎么飞也飞不清了 也是湿毒 就多余的水 变为湿毒 变为弹拙 表现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 你说的湿气 脚气 皮肤烧痒 这个男性病 妇科病 湿热下肚 湿血下肚 这都是湿热的表现 是毒 那么最后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的把这个消灭了萌芽状态 还有的 去世排毒茶 紫苏子时刻 莱福子时刻 白戒子 这里有哪位药你知道的 这个莱福子应该是萝卜籽 说的对 因为萝卜的小名叫莱福嘛 加肥 等一下 我们刚刚说是紫苏子是哪种东西啊 哪个样子啊 苏子叶吗 你看啊 苏子叶的那个子叶 这个比较子 哎 紫苏子 你看啊 紫苏子 最好是炒过的 哦 炒过来的那个油啊 嗯 相对就去点了啊 它是降气平传 专门用于治疗 瘫瘫 什么叫瘫瘫 老曼芝 哦 就很玩过了吧 嗯 叫 外科不知悬 内科不知传 老曼芝 慢性知识果言 就是瘫瘫 第二个 肺气主 哦 肺气主啊 第三个 就是肺心病 第三阶段 没有第四阶段了 第四阶段 就自然回归了 哦 就入土了 嗯 入土了 这个病你看 不是癌症 但是很难治愈 很难根治 那怎么办呢 胃病先防 肌病防便 咱们还是用这个方 咱们做预防的保健治疗 好 来看来福子是哪 来福子是 来福子 就这个 萝卜 萝卜你尝尝 很淡 哎 好像小米啊 对对对 你看 对 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也没特殊味 嗯 你尝尝尝尝尝尝尝 拉 有吗 辣 哎 哎 嚼到后味有点 咱们有辣味 哎 可能是他窜到里面去了 是吗 你得查这个 哪个辣厉害 哦这个辣 这个是辣的 辣的是白箭子 哦 妄服的辣是吗 哎 白 怕那就是穿到里面去了 对对对对 啊 好吧 这叫三子五方养青汤 我把它改成叫三子养青茶 叫去世排毒茶 这个是有出处的一个古代名方 咱们都是来源民间的 这有一个三十秒的小故事 这一个老先生犯了孝散病了 儿子很孝顺 老大说 我给你个方 第一个子苏泽 明年来的 一是三天还真有效 但是第四天又不行了 然后二说 你那个不行 我这个来福泽 来福泽你用野剑校 五天 第六天又不行了 就小孩看我这个吧 白剑子 人都用六克 我有十克 又管一个礼拜 这就啥 孝心尽了不行了 最后找一个 金元时代的明老中医 咱还请老中医吧 别自己网友单方了 老中医看 当时 什么叫中医呀 他是实践员 还真不错 各有所长 有所互补 你这三个方都有效 但是 互补性不强 如果把这三个子合一块 你们三个又很孝顺 就这方了 我给你起个名 三子养心汤 我把它改成 浴室排毒塔 就这个来历 这还是老中医呀 叫我也这么做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观看